下一個動腦時間 其實跟這個動腦時間有類似的意思 為什麼緊握在手裡的東西不容易掉下來 然後後面問題是為什麼去抓冰塊跟抓魚的時候 冰塊跟魚很容易會滑出來 這扯了兩個問題 前面跟後面是兩個不一樣的事情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用力抓 用力抓東西就比較不會掉下來 2號 為什麼用力抓就不會掉下來 用力抓會改變摩擦力 輕輕抓跟用力抓表示摩擦力不太一樣 所以輕輕抓容易掉 用力抓不 跟他黑板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所以你用力抓改變了什麼是他不用掉下來 對 你用力抓改變 那你套什麼改變最大進行擦力 叫我的力量 蛤 手大力量就我們剛才的名詞來說 這個手大力量射到什麼力 正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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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個名詞在那邊叫做正向力 所以 我用手抓就是改變我跟接觸面的那個力量 就是所謂的正向力 因為我的正向力變大了就表示最大進摩擦力變大了 所以東西只要沒有超過我的最大進摩擦 那我就怎樣 不會掉下來 就卡得住嘛 卡得住不會掉下來 OK 但是如果我是抓冰塊跟抓魚就很容易滑下來 就是另外一件事 就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們就會比較容易滑下來 因為什麼東西跟別人不太一樣 他什麼東西 比較如何如何 所以他就比較容易滑下來呢 剛才沒有問二三對不對 就是要掉下來的籤 好 然後這個是女生 換一個帥哥男叫做 都找不到帥哥男 二二 二十二 接觸面性質很好 魚的上面什麼魚鱗啊 什麼黏液啊什麼濃東東啊 冰塊很滑 所以他接觸面比較光滑 所以最大進摩擦力比較怎樣 小 所以東西就容易滑下來 東西就容易滑下來 就是 第二個 這就是 第二個 OK嗎 OK 最後一個小問題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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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目啊聯考有考過類似題 這個題目聯考考過類似題 櫃子裝滿東西要推 推不容易推動 把東西拿走 書櫃子的書都拿走 哎 就容易推動 為什麼呢 我們剛才所學過的知識 這個是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比較簡單 那我們古時候呢 也考過 研考年代有考過 十三號 他改變了什麼 他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使得 滿滿的書櫃不容易推動 空空的書櫃容易推動 哎 所以他改變摩擦力 對 他改變了什麼 所以改變了摩擦力 他改變了什麼事情 所以就改變了 啪啦啪啦 所以就啪啦啪啦 啊 物重 OK 講物重也不算錯 可是用我們剛才所教過的 摩擦力的名詞來說的話 我們是改變了什麼 改變了正向力 很好 我們就是改變了正向力 最大進摩擦力跟正向力成正比 正向力越大 最大進摩擦力越大 在多數的題目裡面 正向力就是重量 所以滿滿的書櫃重量比較重 正向力比較大 最大進摩擦力比較大 你要超過最大進摩擦才推得動 才推得動 所以呢就比較難推動 少 書拿掉重量變小 那麼正向力變小 最大進摩擦力變小 你就只要吃比較小的力量 就能夠推動了 所以呢 空空的櫃子容易推動 裝滿東西的櫃子不容易推動 這個影響是因為正向力的關係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很好 摩擦力在生活上 有的時候會需要它 有的時候希望它小一點 要小一點 人能夠走路 車子能夠行走 基本上就要靠摩擦 地上有摩擦 我的腳向後瞪 摩擦推我向前走 摩擦推我向前走 好 這樣我就可以走 那當然 啊如果你摩擦開到就很難走嘛 摩擦開到就很難走 但是你 完全摩擦也完 完全沒有摩擦走不了 太大就很難走 太大很難走 那從車子要煞車 你知道靠什麼 摩擦 摩擦 躺著它用 才煞車煞下來 所以它是 有需要用到 有需要用到 所以 像汽車上面有的 胎紋 輪胎有胎紋 胎紋有些作用 第一個是要提供摩擦 但是呢 它還是要排水 排水 為什麼要排水 因為如果水 積水 剛剛講過水的話 就會使摩擦力變 小 所以容易會打滑 所以我要排水 那所以呢 我要你開穩 它有摩擦幫助我 前進 這是所謂的 有力的部分 我需要用到有摩擦的部分 不能夠完全沒有摩擦 那我就 完蛋 但是呢 摩擦總是會消耗 總是會阻擋嘛 所以呢 我的機器的效率就會怎樣 下降 我覺得它就會下降 不會比它弄到下降 好 所以呢 我們會用一些方法 想辦法使摩擦小一點 譬如說做成輪子啊 圓圓的啊 剛才講過滾動摩擦比較小啊 你用推的就很難推啊 很難推啊 譬如說裡面有放一些珠珠啊 軸扯珠珠 它能夠 所以用比較順利一點 用比較順利 所以我或者是加些润滑油啊 润滑效果之類的 好所以呢 我就告訴各位 摩擦是油耗 有壞 好 我不能完全沒有它 可是油耗之後有一點麻煩 也會損耗一些東西 消耗能量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你看一下 了解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 很好